我相信过去的 weekend 很多人都会出游 我也一样 我这个 weekend 我跟我家人一起去玩 然后我驾的是后面这辆车 然后这辆车前后我驾了 700 多 km 所以我今天会跟大家分享一下这 700 km 之后呢 我对这个 SUV 的一些看法 还有 SUV 的种类 这个很重要 如果你是有考虑 CR-V 的话 那么今天的影片 你不可以错过啦 我相信大家会发现马来西亚市场的 SUV 其实是越来越多了 然后其实我个人觉得 SUV 在市场上面其实有分从两种类型 一种是运动型的 SUV 一种是家用型的 SUV 运动型的 SUV 有哪些就好像这一个 如果我们以学生们来讲啦 就好像有这个 Mazda 的 CS5 然后有这个 Builder 3008 等等 然后家用型的 SUV 呢 我个人觉得 CR-V 是其中一款 还有另外一款是 S-Trail 然后 S-Trail 因为已经太老了啦 所以就很难去跟这种新一代的车款竞争 我们今天就讲一下这个 CR-V 为什么我会讲它是家用型的 SUV 因为很简单 家用大家要的是空间嘛 对不对 这辆车的其中一个特点就是它的空间表现 我可以讲这辆车我在我家人出门 我最喜欢的就是它的空间表现 给大家看一下 你可以看到这个围箱的空间有多么多么的沾 这个真的是 Honda 的车款的一大卖点 这个围箱空间我那天我跟我的家人大概是 我五个人啊 这辆车是坐满五个人 然后两天一夜的行李放下去 基本上我只用了差不多三分一的地方而已 如果你真的是去做一个比较长时间的这个旅行的话 行李多点没有问题 这一个空间根本都是绰绰有余 甚至是如果你是有 baby 的话 你也知道带 baby 出门的话会有很多东西 好像那种 baby 的尿片啊 奶粉等等的大包小包 这个围箱空间 我换个角度给你们看 你觉得会有任何的问题存在吗 基本上是没有 然后你可以看到我其实已经倒平了一个这个椅子 所以它这个空间基本上倒平之后是全平的 所以如果讲你今天真的是去 IKEA 啦 每次都拿 IKEA 来当椅子 你真的是去 IKEA 买东西的话 这个椅子倒平 你要载那种坐直椅子的板 完全是没有问题的 这个是我觉得 Honda 车款一直以来最大的卖点啊 其实那天我也是有买一个那个 GIM 的器材 如果是一般上的车子真的是载不到的 刚好那天我拿 CRV 真的是用这辆车轻轻松松就 settle 它真的是很爽 然后这个后座的空间表现 真的也是一个很值得赞赏的地方 它这个椅子这边 你可以看到它基本上是做到全屏的 然后这个脚部空间 我单单用镜头去显示 你都可以看出很恐怖的大 而且这边前面还是我的标准坐姿 所以这个座椅的空间表现哦 它的这个西部的空间表现真的是出色 而且你看这个椅垫那么长耶 OK 我现在坐上去示范一下 我从这边看你从这边指示的话 你可以看到这个椅垫 基本上已经可以支撑到我整个大腿的这个长度了 所以做长途的话其实它是不错的 然后整个脚部空间表现你可以看到是大到一个程度 然后这边有这个冷气的出风口 这个冷气的出风口我讲老实话风量其实也不小 我对这种后座冷气出风口我有一个看法就是 如果你没有这个独立的brower哦 你的风其实吹到后面是不大足够的 可是这一个基本上是足够 我也是有点好奇可能这辆车的风量真的太大 这个其实也是日本车 为什么在马来西亚那么受欢迎的原因啊 因为日本车进东南亚这种比较热带的国家的时候 他们也会去做一些本土化的设计 例如讲他们可能加强这个brower的风 让这个aircon更冷一点 这个可能是一些欧系车款没有考虑到的地方 不过没有关系 我相信以后他们会有进步的 然后接下来看这边两个USB 现在有谁出门是不带手机的对不对 所以有这个USB出门手机没有电也可以充电 不错 然后这边有这个扶手 如果你是坐两个大人的话这个扶手放下来 放手还是蛮舒服的啦 然后还有这个支杯架 不错 不过我觉得这个CRV的后座是有一点点的小瑕疵啦 就是这个椅背 这个椅背会比较平一点 它基本上没有什么包覆设计 所以椅背在靠后的时候 你会觉得会有一点点不舒服啦 不是讲也不舒服 就是包覆性不够 做长途的话 后座乘客可能会比较容易感受到一点点的疲劳 不过 感觉这个椅子 如果你要收折的话是很方便的 一键收折 等下忘记大家做一个示范 然后这边有这个3.4的安全带 现在的3.4安全带都是这样的 不过还有人上车的时候是找不到这个安全带的 所以提醒一下中间位置的安全带其实在这边 然后它上面这边有这个LED的这个阅读灯 不错啦这个LED的质感还不错 如果讲你是要倒屏座椅 这个拉一下就可以了 很方便 大人小孩都轻松搞定 而且这个是我该讲的 几乎全屏 你要放长的东西要放大的东西都没有问题 我相信很多朋友跟我一样啦 跟家人出门的话一定是你自己开车的 永远不会是人家开车的 你一定是那个司机的 所以对我们来讲这个内装前座的铺层是最重要的 老实讲这个内装是有一点点成熟 可是我个人觉得啦 这是我个人看法啊 我觉得它质感还不错 基本上你摸的地方 它都是软的 你看这边 软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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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这个是软的吗 这个是软的 指甲是压的下去的 这个也是软的 所以这个质感 塑胶感可能稍微有一点点的强烈 可是我自己觉得 整个视觉效果还是不错的 你看这边有这个木纹 这个木纹老实讲加分很多 而且这个木纹摸它是质感不错滑滑的 而且讲真的你又不用担心它会滑 因为滑了也不明显 然后当然它门板也是有这个木纹 然后这边还有点雾影 然后这边还有Piano Brake Piano Brake就容易滑啦 这个就需要去小心照顾 然后这边也是软的 软的 这个就明显软的 然后当然这边也是有Piano Brake 然后这边有个7寸的这个出屏主机 当然那个年代来讲 这个7寸的出屏主机是不错的 可是现在感觉又有点小了啦 我觉得使用起来清晰度还不错 重点是它有这个Android Auto跟Apple CarPlay 之前就有人问Android Auto Apple CarPlay真的这样重要吗 对我来讲真的很重要 因为你不用放一个Foon Holder在这边 你直接用Cable连接 你就可以用你的Android Auto跟Apple CarPlay 直接在那边开Wave 开音乐 不是很方便吗 OK然后接下来这个排档杆 这个排档杆之前就有Record过啦 因为很容易脱掉 现在是没有问题啦 我觉得跟这个小盖款之前比起来 这个盖款过后的这个排档杆 其实有Solid到 这个是真的有 然后这边有这个Eco按键哦 Eco按键基本上我没有用到啦 因为这辆车我自己觉得还算是省油 这个我等一下会讲到 然后这边就是这个电子手刹车跟Auto Hold啦 不过很可惜它的电子手刹车是没有这个灯的提示 所以有时候你拉了有没有拉你都不懂 你要去看这个Meter才懂 然后接下来就是我最喜欢最喜欢的这个置物空间 你可以看到我的SmartTag 我另外辆车的锁式我全部丢在这边 然后这边还有放两倍碎 然后这边还有个超级深的置物空间 我可以跟你讲这个置物空间深到什么程度 它真的很离谱 如果你把这个拿掉的话哦 你看到我这个Lenovo的Tablet是一寸的 我甚至可以放下去 看到吗 深到这种程度 我觉得这个对于女性驾驶车也是好的 因为我们知道很多女生出门都会带一个包包嘛 小包包 然后这个地方就可以给你塞包包 所以有时候你在你的闺蜜出门的话 你的bag不用丢后面或者叫你的闺蜜拿着 你直接塞在这边就可以了 是不是很方便 我相信就算是可能小一点的电脑应该都塞得进去 你看我的Tablet塞进去 完全没有问题 然后接下来我就要讲这个Meter 这个Meter基本上它的这个布局跟CVid FC很接近啦 就是中间的是这个荧幕 然后旁边两边是这个 我也不知道这个是怎样的Design 不过看起来很特别有那种立体感 我觉得这个Meter到今时今日看起来都还是不错的 这个Meter它还有一个优点就是大太阳底下不会看不清楚 老实讲早一代有数位化仪表的车款 在现在的情况下你会发现到如果你开车的时候大太阳底下它会有反光 或者是亮度不够的情况你会看不清楚 不过这个CV 不会 我只是嫌它这一个 嗯 仪表的图标 现在看的话有一点点老了啦 但是实际上使用起来清晰度是不错 然后这边有这个换挡波片 不过我觉得我没有什么用到啦 因为讲真的 这种SUV就是要舒服开嘛 所以换挡波片我本来是没有用到 然后这边有这个 音量快捷键 音响主机的按键等等 然后接电话 然后切换 然后这边是这个主动式定速巡航的按键 然后车辆距离 然后这个车道维持系统 OK 这辆车是有车道维持系统的 我现在顺便跟大家讲解一下 车道维持系统跟车道偏移辅助有什么不一样 车道偏移辅助 例如讲你驾车的时候它可能会吃到线 它会帮你steading 稍微摆正一点 帮你拉回来 但是车道维持系统呢 就是在你驾车的时候 它会让车辆维持在两个车道的中间 我觉得它的技术层面方面 会比着一个车道偏移辅助系统还要高一点 然后配上这个有stop and go 的主动式定速巡航 真的是很好用 OK 等一下我会上个demo画面给大家看一下 因为我老实话 我在星期五回家的时候真的是很塞车 所以基本上塞车路段 我就是用这个主动式定速巡航加stop and go 来settle 然后我只需要full steering 我看路况就可以了 很方便 我现在来告诉大家 这个有stop and go 的ACC有多好用 你可以看到前面超级大塞车 根本都不会动 可是我开了这个ACC过后 你看我的车子 我根本都不用去踩油 它就可以自己走 然后该停就停 该走就走 你看停完了 你看前面的车走 它就走 你看 挺好用 方便 是不是 所以有ACC就是棒 还有一点 这个是个人习惯啊 我上车的话 我会关掉这个lambwash 你可以去setting 然后camera 然后这个lambwash 你可以选择把这个lambwash关掉 或者是设定时间等等等等 如果你关掉之后呢 你打signal它是不会出来的 就好像这样 你开signal它是不会出来的 但是如果你要使用的话 你按下button 这个lambwash的camera还是会出来 这个是一个小技巧啦 跟大家分享一下 Engine 部分 马来西亚的CRV是有两种Engine 一个是2.0 MAI VTEC 这个是VTEC Turbo 1.5 我觉得这个VTEC Turbo 1.5 最大的优势 不是在它有多有利 而是在它的LUTEX一年120块 SUV会贵一点啦 1.5是120块一年 不过还是比其他的车便宜很多 真的我可以跟你讲 downsize的Turbo Engine 可以帮你省不少路税 而且讲真的啦 它的动力表现不差 我这几天驾的时候 我载满5个人嘛 连我5个人嘛 然后有时候是载那种甘蹦小路 因为我是去Google Google基本上 你没有办法跑highway去的啦 那种跑小路的时候 要超车这个Engine的动力 还是很够的 然后我当然没有跑啊 因为讲真的家庭用的车 我觉得舒适是最重要 我大概是跑100-100亿这样 我觉得这个动力储备还是不错的 它的最大马力表现 大概是在189-190HP左右 然后243Nm 其实很够啊 你compare with 上一代的CRV 2.4NA的Engine 它们的Output基本上都是一致 可是Turbo Engine 有这种低扭高转的优势 所以它的加速表现会更快 透透跟你讲啦 官方的数据讲 它是0-1008.8秒啦 这个8.8秒基本上可以 吊打很多C-Segment的Serran 而且讲真的 在有力的之余 你如果顺顺驾的话 它的油耗表现还是很出色的 OK啦 现在我们来看这个车的油耗 然后我这段期间我加了737.5km 然后这个Trip Computer它显示的是13.0km 我自己觉得这个油耗其实非常出色啦 因为我在礼拜五我回家的时候 其实那个Highway真的很贵塞车 我用了比平常多一个半小时的时间才回到家 所以你可以看到是Stormer的塞车 然后这个Trip Computer我完全没有Reset 然后这几天这700多km里面 我相信最少有30%到35%左右呢 是这一个Town Driving或者是这种Gambon Route 因为你知道啊 其实从Johuho的中间去到Gokok的话 是没有Highway的 你只可以走那种Gambon Route啊 那种所谓的那种B Route 所以其实没有办法走Highway 油耗会比较高一点点 可是它有13.0km per liter 这个油耗我觉得很出色啦 而且还是在人的情况下 所以 讲真的这个Dowside Turbo省油咧 我是真的是相信的 因为这个是我亲身的Experience 大家觉得这个油耗怎样 这个驾驶感受部分 我先来回答一些网友的问题啦 因为我那时候在我们的YouTube Community 那边有发了一张图 讲我现在开着这辆车 跟我的家人去度假什么啦 然后就有人讲那这辆车都不好加的 很笨重什么 你讲的没有错 这辆车笨重 可是我们话题就要回到一开始我讲的 这一个SUV分两种 一种是运动型的SUV 一种是家用型的SUV 很明显的CRV就是属于这个家庭用的SUV 这个Category 所以操控什么 那个对他来讲不是重点 重点来讲它舒适 然后空间大 可以满足你的需求 这个就是它的最大卖点的 讲真的 CRV是目前全世界第二好卖的 XUV 新segment的SUV啦 第一名是RAV4 第二名是它 而且两者的成绩差不远 如果讲今天 CRV真的是一辆不好加的车 会那么多人买吗 其实是不会的 所以它其实切中了很多消费者的要求 就是大空间舒适性 我毕竟讲老实话 它这辆车的Suspension真的是很舒服 真的是很不Honda 尤其是在这种不平的路走的时候 你可以feel到那个Suspension 过滤随震方面 真的是非常的出色 我很喜欢这样子的设定 然后这辆车还有一个重点 我很喜欢的就是这个Engine 这个Engine 1.5公升的Turbo 真的 你要加速你稍微有踩身点 它的速度就需要的 这个跟以前的这个2.4na 的这个CRV 有很大的差别 我老实话我自己会更喜欢这个Down Size Turbo 我觉得Down Size Turbo 不只是Rutex 然后动力也更强 低扭更好 更适合在市区驾驶 而且重点是它的油耗表现一定会比这个2.4na 的版本好 因为以前我驾过这个2.4na 的CRV回家过年 那个时候也是载我家人 空间表面 现在是没有什么挑剔 然后舒适性会输现在的CRV一点点 重点是那个油耗 那个时候我最神最神也是8.8km per liter 8.8km per liter 而我现在这辆车我随便驾我都有一个12点多 12.1、12.2km per liter的油耗表现 你讲哪一个比较好 当然是这个比较好嘛 然后还有一个迷思就是 其实马来西亚很多的消费者 他还是不懂1.5km 其实是 Turbo 每次他们看到这样子的XUV 配这个1.5km 的 Engine 他们就讲 1.5km 有力咩 最少都要1.8km 2.0km 可是你不要忘记这个1.5km 是 Turbo 不是 NA Turbo 来讲它的动力表现一定是足够的 除非这个厂商对于这个 Engine 的调校 或者是变速箱的调校不到位 可是这个都不是 Honda 的缺点 Honda 的 Engine 跟变速箱其实都有一定的水准 所以这辆车我大概是开了 740km 左右 我真的是很喜欢它的这个 Engine 的表现 当然读者们讲的也是真的 这辆车开架会有点奔重 尤其是你在这种小市区驾驶的时候 你在转弯的时候会有一个多余的摆动 会显示这辆车好像拉不回来这样的感觉 这个真的是有 这个不否认这个是它的比较不足的地方 但是家庭车本来就是这样子的设定 它要舒服的话 它不可能给到你一个很利落干脆的这个操控表现 我觉得这个是合理的 如果你本身是喜欢 SUV 但是你是偏向运动型 SUV 的话 那么你去这个 CSY 就对了 那个就没有错的 OK 现在我就要讲这辆车我自己的驾驶感受了 老实讲这辆车我觉得它的最大的问题只有一个 就是它的这个 MVH 的表现不是太好 就是你看我大概是低速的时候我踩油 然后加上我没有开 Radio 嘛 所以你踩油的时候这个 Engine 跟变速箱的噪音会比较明显 就有那种嗡嗡嗡的感觉 它是一个低频 可能有些人对于这种低频不是很在意 我自己会比较在意 所以我觉得这个会是缺点 然后第二点就是它的这个轮胎声会比较明显一点点 这个是我觉得这个是上一代的 Honda 车款没有办法避免的东西啦 可是你看哦 上一代的 City 有这个问题 上一代的 Civic 有这个问题 然后这一代的 CR-V 有这个问题 可是在 City 跟 Civic 改款之后 它们的隔音表现进步很多 像是这个 City 的 Gn2 然后像是这个 Civic 的 F1 版本 它们的隔音轮胎造成真的是进步很多 所以我也很期待全新一代的 CR-V 它的这个隔音表现会进步多少 如果它的隔音表现有进步 然后它的价钱配置可以维持 像现在差不多的这个急剧的话 我相信以后这辆 CC-RV 的 All New 车款 进来马来西亚之后 一定是打包全部 CC-7 的车款的 我可以这样子讲 这个我很肯定 因为这辆车开起来真的是太爽了 我本身是一个不是很喜欢 SUV 的人啦 可是我开 CR-V 我会有一种我蛮 Enjoy 的感觉 你可以看这个从镜头那边看到我自己 这个座椅基本上对我的身体是有完全的支撑的 所以我就算我开了三百多公里之后 我的身体也不会感觉到疲劳 然后再回来三百多公里也是不会感觉到疲劳 所以就这样开了七百多公里 我自己都不觉得我开了那么久 然后我看回这个 Trick Motor 我才知道 原来我开了那么久 我相信很多开 CR-V 的朋友应该也会赞同我讲的东西 这辆车当家用真的是一流 然后有力省油 OK 以同级车来讲省油 它不算是很省 但是以同级来讲 它算是比较省的那一个 然后空间大 基本上可以满足你的大小需求 当然可能会有一些车友会反馈这辆车 会遇到一点点通病的问题 其实我也有朋友开 CR-V 他们也是有遇到这样子的问题 这个问题我是不会去否认的 因为毕竟我们拿这个车最主要是哪一个星期 我们不是真的是那种长期几个月用下去的 所以这种问题我们可能面对不到 但是对于车主来讲 他们可能会面对这些问题 不过我相信 Honda 其实自己也是本身有去重视这个问题 所以也是有点改良 我自己的观察啦 最近的新车其实也比较烧 出现这个 steering rack 的问题 类似这样的问题其实是比较烧的 所以其实看得出 Honda 本身是有在用心 然后这辆车 我相信还有一个人想问的就是 All new 都要出了 这辆车还值得咩 如果讲这辆车有限货 然后你又需要空间 然后你要以一辆家庭车作为出发店的话 这辆车其实还是值得的 这个是我真心的看法 它还是觉得舒适度有 动力有 油耗也还OK 价钱其实也在可以接受的范围 然后这个 Honda Sensing 真的很爽 我昨天从 Jovo 我开回来 我一直都是用这个 XC 我基本上没有踩油踩brake 我就是 good steering 罢了 而且加上昨天的 traffic 也其实还蛮松 没有什么车 所以整个驾驶感受真的是很爽 就是因为有这样子的配备 所以在开车的时候 有时候可以看下沿途的风景 可以欣赏一下马来西亚的美景 因为马来西亚路景真的是太美了 尤其是开 highway 的时候 那个路景真的是 profit 所以我觉得长途旅行开这样子的车 真的是不错的一个选择 然后又不知道大家对这个 CR-V 有什么看法呢 可以在影片下方留言给我们知道 然后好啦 这个就是我的一个对 CR-V 做的一个 Vlog 我们不要少做 Vlog 所以这个 Vlog 可能看起来有点像 Car Review 不过不用紧 可以帮到大家是最重要的 如果大家喜欢我们这次的 Vlog 记得帮我们按赞订阅分享一下 帮我们冲一下 Subscriber 我们的 Subscriber 最近上的有一点点很慢 所以大家帮忙一下 好啦 我们下次节目见 拜拜